大家晚上好晚安 晚上好 今天一切都還順利嗎 我們希望這個疫情的狀況可以快快過去 據說又 快要圍結封 不是又延長到7月26號嗎 對但是還有圍結封的方案 就是慢慢的緩步的解封 應該離這個可以待看的時間很快了吧 還是可以待看 上有政策下 上有政策下 橋莊 橋莊 那我們今天就是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整體的老人化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應該不輸日本 可能比日本還嚴重 甚至有幾年 他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 就是一個不到一啊 連一對夫妻生不到一個小孩 那一對夫妻生不到一個小孩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不結婚 所以你也沒有夫妻可以去評評 或是結婚不生小孩 會結婚不生小孩的 結婚不生小孩就是算零了 但是沒有結婚 那就連統計都沒辦法統計了對不對 所以一對夫妻生一個小孩 就是會越來越 已經會越來越少了 對 那如果一對夫妻生兩個小孩 可能就是 非常少 對 一般是這樣子的比例 在現在台灣的社會是越來越少的 算蠻低 那你先問一下這個阿丁 你才剛新婚有沒有打算多升幾個 目標就是 生一打 沒有沒有沒有 老婆不準 一個就好了 他有講 哦一個就好 對對對 那所以你也是創造少子化的這個罪魁禍手之一 精準培養 變成如果是一對夫妻是兩個人嘛 那只剩一個 那就是只會越來越少 人會越來越少 這個是台灣目前遇到的狀況 那這會影響的層次 不是只有房地產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把這個問題 只講房地產會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只有房地產 是整個台灣有可能就會掛掉 對大環境會影響 大陸更嚴重 因為你想哦 大陸更嚴重 但是我們講台灣 你想 假設現在的人 普遍年紀越活越老 以前可能60幾歲 就是半百老翁以上 就可能差不多了對不對 現在到80-90歲都還很心態勇敢 那天看到一個80幾歲的阿伯 騎摩托車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但是生的少 所以代表說老人的部分很多 但是小孩 小孩是未來要繳稅的那一群人 要養這個國家的那一群人 一個杯三到四個左右 假設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他們到時候就會被課重稅 或者是生產力不足 生產力不足 那誰來做這些鋪橋造路的工作 最基礎的工作 勞動力不足 那假設勞動力不足 那為什麼外商或外資企業 或台灣的這些大企業 要在台灣設設立公司呢 找不到人 我這設在這裡幹嘛 所以他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他是一個整個台灣的整體問題 不是只有房地產 那大家想到房地產的原因是因為 對啊 生的越來越少 到底誰住啊 就沒有人要住 那沒有人要住就沒有人要買 沒有人要買他就會崩盤 大家想的是這個對不對 那你覺得 少子化他對於整個房地產 會不會有 毀滅性的影響 會不會有影響 理論上應該來說 我們可以把不動產 我覺得在亞洲這個國家 應該是不至於說 因為少子化 然後會有毀滅性 或是崩盤性的影響 亞洲為什麼特別指亞洲呢 我覺得華人特別喜歡自產 其實在買不動產這塊 其實一個人大概都有 兩到三間的自產 當然可能目前還是小資族群 可能沒有辦法有那麼多自產 但是可能人活到一定年紀 對於這自產來說 可能不是只有一間 我覺得兩間三間四間可能都是蠻常見 對那我是覺得 核心的問題啊 就是少子化會不會有影響 實質上是有影響啊 可是呢 大家其實去仔細想一個問題是說 現階段台灣的人口數 跟總城戶的房子的數量來說 其實早就已經不成比例了 對你是說還沒少子化 就已經不成比例了 就已經不成比例了 就是房子太多了 然後我們其實不需要這麼多房子 理論上你這麼說 但是其實事實上 我們要這樣講比較快 因為其實還是有一些舊勢榮 跟新勢榮的交替 那不見得說 以前的屋主 他舊的房子會賣掉 他可能還是會往新勢榮移動 可是他會買新的成員 所以這種東西 不一定會有絕對的影響 因為對於資產階級來說 有一些客戶 他可能有四五間不動產 其實都是蠻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是說結構上 或實質上影響的話 會有影響 但我覺得在我們之前前面的節目 提到像新興重劃區 你只要題材夠多 或者說含金量夠 或大型的BOT案都有在做的話 這一種可能會從舊勢榮的人 去往新勢榮移動 那也不代表說 人少就一定買不起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說很多人 其實這個部分的資產 是可以到兩間到第三間 所以其實早就比例上是失衡的 對 但以投資的角度來講 還是足夠支撐房價 那不夠支撐的 或者說題材不夠的 可能就會有學公司的下降 你的意思是說 還是看地點 還是看地點 地段還是很重要 對 要減肥就必須補充優質蛋白 介紹大家使用這一台 他吳生全自動智能美型調理器 只需要一隻黃豆加入調理器中 再加入300cc的水 蓋上蓋子就好 接下來只要按上高鮮豆漿的這個按鈕 過程中自動操作完全不用理會 豆漿完成後會自動提醒你 而且不用過濾哦 輕輕鬆鬆做出一杯優質的冰豆漿 健康美味的冰豆漿 破手可得 讓我們為自己的健康加油 原價3690塊 現在粉絲特惠價只要1990元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剛剛阿兵講的那個 我補充一下 就是比如說像我好了 是 我們現在這個房子就沒住人了 對 就是區 這裡是桃園最精華的地方 火車站附近 對 桃園火車站 全台灣第二大的火車站 第一大台北火車站 第二大就是這個桃園火車站 第三大就是中立火車站 是 這桃園火車站跟中立火車站 全台灣運量第二跟第三的火車站 沒錯 夠精華了吧 但是我就不想住這裡 對 這裡太精華了 太擁擠了 太擁擠了 對 之前來講 擁擠就看你個人 也許有些人喜歡擠嘛 對 喜歡方便 對 喜歡方便 機能非常好 我們光是樓下多少間飲料店 十一住行全部都有 沒錯 所以 這個區塊 如果說 對我來講 我就 我也來講 我就不喜歡 我就不想住在這裡 所以我就搬了 可是我搬了以後 你可能會說 那我是不是這個應該要把他賣掉 其實正好相反 對 我這個也可以用 不然我們現在在幹嘛 沒錯 我如果沒有這個房子 我現在我們的直播是在我家 對 那我家不就擺了一堆這些設備嗎 對不對 然後廠商寄來的樣品 我們擺的全部都是 對 我不喜歡這樣子 所以 我就把它分開 所以 變成什麼 這是工作用 對 那那個是我自用 就是以前的制裁 對 那假設 假設另外一種狀況 比如說 我現在之後 我搬到台中去 台中 我搬去 那你覺得我這邊的房子會賣掉嗎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還是會回來桃園 沒錯 所以 如果是以這種狀況 我買了兩三間房子 你說我魂房 剛剛有想要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 像地點事情 對 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現在的利率 因為現在的利率 其實以青年收購來說 利率都非常低 非常低 對 低到可能 如果條件好了 可能1.33% 那條件稍微差一點 可能也有1.5幾% 所以 也都是非常低 我想要表示是說 很多人在資產這塊 可能會把房子拿去出租 不管你是之前 以前就有的房子 或是你新買的按鈕 那你可能會拿去做出租的動作 那你以出租來講的話 正常來說 正常的房型 一般家庭 大概的頭暴是在3%上下 那如果是套房的話 單一套房大概在4%到5% 分租套房可能就6%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 為什麼以資產的角度來講 這個就偏離少子化 因為這個部分可以做投資 但是你剛講 這個是在現有的架構之下 但是少子化的邏輯 那群人的理論 他是說人越來越少 誰跟你租房子 那你就會很多空房 很多空房你就受不了 你就想要賣 想要賣 那就會造成市場的供過於求 他有可能價格就往下走 他們的理論是這樣 但我們是希望 就是闡述一個事實 就是現代人跟過去的人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爸媽那個年代 一輩子辛辛苦苦 勤勤懇懇 就買一間房子 而且他買的那間房子是 可能是他一開始 他就認定 我要在這裡做住到死 這古代人不是古代人 上一代人就是這樣子的想法 我買這個房子 我就是要在這裡鍾繞 類似這種意思 可是問題是現代人 像我買房子我就跟大家講 一直以來都是 都是這樣子的想法 哎 這房子它是個過渡時期 你不一定要一次到位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會階段性的換 你一定是階段性的換房子 那這個時間點 你有這樣子的需求 你就買 比如說你只有單身 那你就買個套房吧 單身你就買個兩房吧 就像你單身 你買了一台七人座要幹嘛 我未來會生兩個小孩 我要載我媽 我阿嬤也要一起載 你太多了 你買了一台 結果 一半性使用就好了 就99%的時間 你買了一台七人座 99%的時間都在載空氣 哈哈哈 你是怎麼 哈哈哈 打他 所以現在人的觀念 跟以前不一樣 那這個邏輯就又牽扯到 假設我現在 買了一間兩房的或套房 嗯 等到我買三房的時候 這個兩房會賣掉嗎 不見得不一定 不一定 假設你狀況是越來越好的 你是不會賣掉 可能就是直接在出租了 所以現在又變成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點了 哎 那假設每個人持有的房產 以前可能是平均持有一間 現在每個人之後未來 因為大家的習慣不太一樣 是 有可能持有個兩間或三間 現在兩台車三台車的人 跟本錢比起來多很多啊 對 我們以前 老家在彰化在那邊的時候 家裡有一台車 就好像是那個 那個村子裡面 非常 很親愛的事情 沒錯 可是現在 全賺有三張 哈哈 現在你有兩台車 三台車 很素雄 到處都是 你家到處都是 這是第一個 我們如果說到時候 整個 這個扫子化人口變少 人口如果變少 那 但是我的需求變大 我一個人變兩間三間 那是不是也會消減掉這個 供過於求的問題 應該是說我們還是強調地點 還是地點 其實你只要地點買的好 你不太需要擔心說 少子化的問題 因為其實地點不外乎就是 機能要強 建設要多 要符合大方向的時局 那你就可以因應說 以現在少子化來說 你就不用太擔心說 會不會之後越來越少 沒有人居住的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還是呈現兩個極端 就是說 市場很多的人 可能是一個比例 有些人可能是烏殼蝸牛 他還是在用以租屋的方式 還是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不用特別擔心 就是說 也要買到核心地段 未來的一個選項 可以去因應說 但是房市絕對是不會到 崩盤的這個階段 你說絕對不會 那很有信心哦 你對房地產很有信心哦 以我對於我自己所屬的桃區 是有信心的 但其他的或許不是在我的認知範圍 那可能還可以 其他的網友來分享 他們所住的範圍 目前的現況是怎麼樣 原因是什麼 你為什麼對桃園這麼有興趣 最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 就是單價還是蠻親民的 桃園現在這種價錢 你覺得很親民啊 可能跟雙北比 大家看跟哪個地方做區隔 當然如果說 你可能跟比較偏僻的地方比 當然你可能覺得不是很親民 但是我們跟雙北比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在他 兩到三倍的價差 哦 剛剛阿兵講到一個地點的問題 這location的問題 這個應該是要這樣補充 其實政府也知道少子化的問題嗎 知道知道 他肯定知道了 國家早就已經規劃了 十年二十年的這個 政策方針了 政策發展 早就已經都規劃好了 我們現在政府在擬的不是明年了 可能都不是只有五到十年了 都是一個長期規劃 不是什麼明年疫苗要買幾根了 不是不是這個問題 是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台灣要怎麼走 他的規劃一定是這樣 那現在少子化這件事情已經成定局了 我舉個例子 我出生 對我出生那一年 民國七十年 我出生那一年 每年的出生人口 基本上都是42、43萬人 每年出生的嬰兒 我女兒民國99年出生 2010年出生的 你知道剩多少人 16萬多人 每年只剩16萬多人 等於說43萬變16萬 只剩幾乎是三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人往下只剩三分之一 那這三分之一的人口要支撐 這麼長大 而且人又越來越老 又不會死 所以代表什麼 他們未來要承受壓力越來越大 政府不知道 政府肯定知道 我說的不是這些選舉們 選舉的政客們 而是 其實政府他有很多個部門 有一個部門是獨立的 他就是有跟政府那種選舉的那沒關係 但是他是獨立在做研究的 比如說中研院啊 這種獨立的單位之類的 好 那像這種單位他規劃的策略 提供給國策去做討論的 他就是一個長期的規劃 那既然已經確定了 好 那政府也知道 所以他你不覺得最近重劃區 蓋的很 很密集 很多 很頻繁嗎 對啊 原因是什麼 講白一點就是集中管理 什麼叫集中管理 我在比如說在沿海的 假設沿海 台中 講台中大家可能 台中的沿海有哪些地方 吳漆 龍井 然後還有那個山井凹淚那邊 還有清水 就是他整個還有什麼 沿海那一代 他現在如果說每個鄉鎮都要一間小學 那要幾間小學 一間小學就要一個校長 然後就要一個教務組長 什麼主任 沒有學生 因為學生分散了 他可能到時候教職員都比學生多 那我們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就把你們這些人全部搶一搶 搶到他那個台中港特定區 然後人就集中到這裡 我只要蓋一個大公園 蓋一個大學校 蓋一個大醫院 蓋一個運動中心 在那個地方幹 那我就可以供應給海線所有的居民 沒錯 因為全部搶到那邊去 那因為那邊有這些東西 你還會去買其他地方 你海線你還會去買 無漆的其他地方 或清水的其他地方嗎 不會 不會所以那邊會越來越集中 越來越集中 就越來越貴 大家搶 沒錯 那講桃園也有海線 有這問題啊 桃園海線有什麼 觀音 然後還有什麼 新屋 還有大園 那這些地方 其實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村落 因為都有自己的村落 都有自己的熱鬧 熱鬧的地方 可是 政府就在哪 這個草叉帶了一個很大的重劃區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工作 這工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邊有一個觀音工業區 非常的大 在那個地方 蓋了一個超級大的草叉重劃區 所以他就把海線的人 之後如果你的第二代 就在那附近的人 第二代跟第三代 他買房子買哪裡 就買草叉重劃 當然買草叉 怎麼買你家旁邊那個破房子 那麼老的房子 我一樣的錢買在那邊 我當然買在 未來有國民運動中心 然後有大學校 有大公園 有大建設 然後下水道的地方啊 不會淹水的地方 資源的集中 對 所以資源集中在哪裡 人就往那邊走 這個跟嫂子化什麼關係 因為未來人會越來越少 所以會怎麼樣 人就會被集中在某些點 所以城市化的 城市化的程度會比現在更高哦 未來的 就是鄉村農村或者是 偏遠的地方 他會只剩產業 這個議題我之前就有討論過啊 之前就加速城市化 人口老化 他只會加速城市化 因為醫療資源沒辦法分配到 平均分配到每個鄉鎮 做集中了 所以他集中 比如說桃園區集中 整個大桃園地區集中在幾個地方 青浦 八角 中路 應該不要講中路 應該說整個桃園區 就是中心的話 然後那個 那個青浦也是一個中心 就等於他在每個區域 設立一個策劃區 中南都設立一個都心 沒錯 那假設這些都是人口集中的點 你不買那裡 你30年後 旁邊地方就會被邊緣化 當你可能住市區 還覺得他們是一堆土或草的時候 再過二三十年 大家往那個地方集中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慢慢的就成形了 成形了以後 又會引發另外一種問題 就是成形了以後 偏僻或者以前舊區 那邊就會被架空 那架空其實很多 台灣也很多區域是這樣 重劃是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舊市隆 那邊就慢慢的就沒人 除非是像桃園這種整體人口 一直在成長的地方 為什麼人口成長 桃園人口成長 不是因為台灣整體人口成長 而是都市之間的遷徙 所以你看 現在只剩桃園跟新竹人口 是正成長 以今年來講 沒錯 我們先不要管老人化 其實台灣的整體人口 是在減少的 可是問題是 桃園跟新竹的人口是增加的啊 所以這兩個地方 為什麼他能增加 對 就是跟重劃區的概念是一樣 所以大家在選下一間房子的時候 或者是你很擔心少子化 你非常非常在意少子化 那就好好的研究 哪個區域是 未來政府花最多心力的地方 當然這跟薪資所得比也有關係 為什麼對桃園這麼看好 就是他比較符合 可能國民薪資所得比的一個區域 不然你像在新北台北 你可能就是縮衣節食 不吃不喝 不只要幾年 才可以積斬下人生第一間房子 甚至有可能這個還是一個套房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 願意到桃園來自產的原因就是 都可能花個總價在六七百萬 那如果屋齡性一點 可能八九百萬一千儲 可能有一個比較新的 屋齡的房子 方圓 那單價跟月付款 都可以在你的生活所需的方圍 可是這很奇怪 桃園比台北便宜 這件事情早就存在了 對啊早就存在 那為什麼以前沒有現在才有 那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已經普遍認為 桃園的狀況不輸雙北 他才會移動嗎 這幾年應該來說 一些重劃區跟高鐵慢慢成型 因為以前高鐵從在做的時候 重劃區 這個都是拉到比較 比較獨立的方式穿著 那以到現在發展到現在高鐵 其實是越來越 越多人去存載 應該講 我們以前在以桃園來講 你聽過什麼大型重劃區 好像沒有 沒有都是一些 在幾間房子就說他那邊是重劃區 像大有特區 就一條路而已 就說是什麼大有特區 就像中立可能以前有個笑話 可能中立離不開環線 跟環中東環溪路環南路 離不開這個圈圈的環線 因為以前沒有外部的重劃區 以前桃園沒有重劃區 以前桃園重劃區 像大有特區 就一條大有路也叫做重劃區 然後榮安特區 叫做一條榮安路叫榮安特區 他根本沒有城市的概念 他只是 就是弄一弄 弄一條路 然後讓建商在這裡可以蓋房子 沒錯 這個概念跟台北市完全不一樣 台北市那時候南港大直 還有這個好幾個地方 照正式的重劃區 或者是信義計畫區 他是整個是城市的規劃 那因為以前桃園沒錢了 桃園還沒升格執行市 經費有限 但是自從升職執行市 我可以感受到桃園真的現在很有錢 到處挖路 到處在花錢 所以就是你要發現說 到底哪個地方 政府也在花錢 就是代表政府有意的 像我們剛講 把人拳一拳 拳到那個地方去 集中化 去看一下 去觀察一下這些 你就會知道 你現在下一間房子要買 要買在哪裡 當然阿兵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跟薪資所得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這樣觀察下來 也不一定有絕對關係 因為台中大家覺得他薪水 你去看全台灣的評比 台中薪水不高 但是他的房價是全台灣第二高 蠻堅的 像台中的南盤 套進新旗那邊已經成家七八十萬 這是新的建案 已經有七八十萬 當然也可能也有幾個特殊案例 畢竟他當初在做蟲花區的時候 可能也有受惠到一些當地的地主啊 拿到很多錢啊 或者說他可以在這個地方做更大局的資產 然後帶動那邊的房價跟發展 對 所以這個也算是個案 像竹北其實也是個案 竹北 對 竹北也很貴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觀察 哪些區域是你那個縣市 政府重點發展的 每個縣市都有啊 當然縣市跟縣市也會有流動 所以就看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 假設你現在有一筆錢 你覺得買在我家旁邊 那個村子旁邊的那個房子 也差不多那些錢 跟政府現在重點重劃區 買的房子也差不多那些錢 我會建議你去買 國家發展的重點重劃區 大方向 大方向是這樣 所以老人化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少子化會有什麼影響 肯定會有影響的 會讓台灣的這個城市化的狀況 越來越明顯 加速它城市化的狀況 然後用什麼方式來影響 我覺得我們不要講說 不要用什麼 因為這網友他是問說 如果會影響的話 是用什麼方式來影響 我覺得不要去管 你會用什麼方式影響 管說那你下一步影響 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們 影響其實一直都存在 對 只是說你未來要怎麼在精準 資產上 會有個趨勢跟方向 地點還有一些公共建設的發展 或是說周邊會不會有蓋一些大型的擺佈 這幾個類型都可以值得去關注 對 這個有他的道理 對 好 我們期待下週 阿兵 其他網友還有什麼 對 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直接私訊我們 下面我們聯絡方式 然後我們期待我們的 YouTube的頻道 直播的頻道可以趕快過千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手機來直播了 好 我們期待下週呢 阿兵可以再跟我們分享更多這個關於房地產這個江湖的一些事情 我們期待下週見囉 下週見 拜拜 拜拜 對抗病毒 除了酒精以外 空氣也很重要 空氣清淨機 我們可以推薦哪一台呢 這台 Toshiba等離子智能液菌清淨機 Toshiba等離子液菌空氣清淨機 大概有25瓶 左邊 右邊 同時吸氣 這種空氣清淨機呢 最怕噪音 我們來聽看看 運轉中 完全沒聲音 原廠現在提供相當優惠的價錢 歡迎多加利用喔 想喝一杯現磨的咖啡真的超難的 可以試看看 湯姆生電動研磨咖啡隨行杯 這一個隨行杯支援USB充電 而且使用非常簡單 充飽一次電大概可以研磨10次 而且是5號材的設計 只要把咖啡豆加到隨行杯 即可輕鬆研磨出自己最喜歡的咖啡 追磨陶瓷研磨刀的設計 磨豆過程不易升溫 不至於讓咖啡豆口感變爽 輕鬆研磨出一杯屬於自己的咖啡 然後只要加上熱水 就可以輕輕鬆鬆完成一杯可口美味的咖啡喔 可依不同豆種自行選擇研磨出戲 不鏽鋼保溫杯為雙層不鏽鋼設計 外儲方便又環保 原價要1990 現在本師特惠價值要990元喔 歡迎多加利用喔